其實你可以用錄製的慢慢再增加 我第一步我是把上面複製貼到底下 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把它改成VBA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也不用去管要不要更新 因為我沒有切換 那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點 因為我沒有切過去 而只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指向什麼 那個工作表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特別說沒有slite 直接把什麼呢 把這個工作表的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就是查詢名單裡面的B2 也不用點slite 直接怎麼樣 直接也不用那個 那個就是 Formina也不用了 直接怎麼樣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這個公式 OK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工作表的B2儲存格 OK 特別注意哦 這個這個就我們之前寫的方法 把公式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我們的儲存格裡面 他就直接執行了 這只是說我們前面是用sales 現在是用range 但一樣 第二個就是說呢 他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邊一定 因為我現在 將來的按鈕是放在這裡 所以我是在另外工作表 所以記得哦 前面一定要多一個什麼 shits 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跨工作表 前面必須要加一個工作表名稱 點 OK 特別說這個是最容易做錯的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呢 selection 這個地方selection 你其實可以直接拿上面這個來 來用就可以 所以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工作表 複製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selection呢 使的是游標放的位置 是滑鼠 但是我們現在 不是用滑鼠鍵吧 我們是直接指向 所以跟他講說哦 我現在先把什麼呢 滑鼠 這個B2裡面放這個公式 然後你再幫我直接向下填滿 哪個向下填滿 就是這個 這個儲存格幫我AutoFill 自動向下填 有點像是呢 我把公式放在這裡了 然後點兩下的動作一模一樣 可是PPA寫下來就是寫成這樣子 叫AutoFill Destination 跟他講一下到哪邊為止 啊 selection這些都不用了 所以啊 將來 這些都不需要了 然後呢 再來 底下這邊有沒有 ActiveShoot 這個ActiveShoot 指的是目前所在的 這個工作表 是哪來的工作表呢 特別是將來你 當然也可以用這個啦 不過我是建議 你乾脆把它改成這個 就是那個工作表 哪來的工作表 就這個工作表 查詢名單 這個工作表 A1到B的 1000幫我AutoFill 就是自動幫我篩選 所以這一行的篩選可以不要動 就把前面那個名稱改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 因為已經篩選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他已經篩選完 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把它複製過來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這邊來 複製到這邊來 所以複製怎麼複製 特別是要 其實複製到哪個範圍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怎麼告訴他說 我要把什麼範圍 就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 指的是 所以這底下 把這上面這邊都delete掉 後面留點comby就可以了 把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 就是我篩選完的這個範圍 當然裡面有些會隱藏起來 對不對 我就隱藏起來就不會複製到 另外的話我只要什麼 我要A欄部分 所以這個B怎麼樣 可以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意思說 我要把那個A欄裡面黑名單的email 那些 當然沒有隱藏的 幫我什麼 copy 所以把那個範圍的地方 copy到哪裡呢 特別是要copy到查詢結果的這個A1 所以後面的話你只需要什麼 寫一個range 刮鬍 然後呢 A1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老師 可是問題前面為什麼他有點 這個工作表 為什麼這個沒點 到底很簡單 如果沒有點的話呢 就表示你現在所在的工作表 OK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 比如說你在貴陽街嘛 你就說我在貴陽街就好 你不用說我在台北市的貴陽街嘛 對不對 OK 到底是一樣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是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再加一個點 好 那底下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程式呢 就寫完了 所以哦 上面的錄製劇集哦 假如說將來我自己寫的話 寫四行就可以了 結果也不一樣哦 其實RUN一下就知道了 應該理論上好像OK 所以哦 那當然如果你一下RUN太快 我按F8好了 F8 這個什麼 游標其實就是這個哦 所以他不會切過去啊 他說他就在那邊 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公式丟進來了 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就是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但是你還是看不到 因為 Auto fill Distination 查詢名單 向下填滿 我看一下 這邊還有個地方 Distination 這個range前面怎麼樣 要補個什麼 因為他填滿的位置是在 這個查詢名單 而不是在 如果你前面沒加的話 他就會以為是在目前的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地方會容易出錯哦 那底下的話呢 在什麼 再去做篩選 OK哦 篩選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再把東西call過來 call過來指的是什麼 把查詢名單 的這個範圍哦 這個範圍呢 直接幫我call到 這邊A1的地方 所以以後呢 假如說你們要把什麼範圍的東西call過來的話 非常簡單 就這麼一行而已哦 OK F8 結果就OK了 那當然呢 你想說 老師那上面這個查詢名單不要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邊A1改成A2嘛 有沒有 然後 Copy一下 所以如果這樣call的話 應該就直接把那個上面call過來就好 有沒有 就只會A2到A100 OK 那底下結果也不一樣 一模一樣